地下传来低沉咆哮声,一头巨手突破冰原 它的能力举世罕见,专门吸光热能,只留下冷空气 附近气温以肉眼可见速度骤降 就算隔着机舱,活人也在五秒内冻成冰雕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怪兽美剧《帝王计划》,怪兽遗产 第二集的内容注水有点多,我急了急 咱们一起看完第二和第三集 故事有两条时间线 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将凯特爷爷奶奶和一位大兵的故事 这集交代了她们仨是怎么认识的 1952年,大兵奉命保护一位日籍女科学家 也就是凯特的奶奶 这位科学家和刻板印象的日本女性形象相反 痴迷科学,酷爱飙车,有强烈主见,有时甚至过火 她正调查一头未知怪物 据说那生物飞行时会留下有辐射的光线 她在调查时遇到了一个男青年 这个人也痴迷怪兽传说,酷爱摄影 他就是后来的凯特爷爷 他俩一见面就很谈得来,一起去找传说中的怪兽 一段时间后,他俩在陆地找到了一艘搁浅军舰 凯特爷爷说,这艘船是十多年前在珍珠港附近沉没的 可这儿离珍珠港有8000公里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爷爷怀疑是怪兽作祟 他可不是胡说,因为他曾在这艘船上服役过 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他记得十多年前,船只是被某种硬物撞成的 当时他还以为是日军潜艇 现在向来估计也是怪兽撞的 他们一边说,一边进入沉船内部 这里布满有机物质,黏糊糊的 他们再往里一看,吓得叫出声 当年死的船员全在这儿 都包裹在年夜里,维持着死时的姿势 他们有种不祥预感沿原路撤退 没想到又发现了新鲜的年夜 难道附近有活的怪物? 他们加快脚步,但已经来不及 走廊被外力摧毁 某种强大生物正向他们发泄怒火 当他们逃到船外时,整艘战舰都被掀翻 他们勉强躲过几个身位,免于被派成肉饼 到底是什么生物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呢? 这就是凯特奶奶追踪的飞行怪兽 它形如恶龙暴虐无道,名叫木托 这里面介绍一下 木托是美版哥斯拉原创的巨兽 在2014年的美版哥斯拉电影里 当大反派,跟哥斯拉打了好一阵 而本剧也属于美版哥斯拉系列 所以它来客串也就不奇怪了 俗话说,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更强大 他们仨躲过木托之后 凯特爷爷奶奶因为发现怪兽,名气大噪 大兵也因为这次任务今生军衔 甚至能跟将军说上话 爷爷奶奶都是科学狂魔 希望扩大研究队规模 于是让大兵问将军要钱 他们为证明怪兽真实存在 拿出一个巨大的四指脚印 这可不是化石,而是三周前新鲜的 将军很受震撼 但还想要更有力的证据 主角们抢答 他们有办法把这头巨兽给引出来 只要将军给68公斤油就行 将军一听 68公斤油,有一点点多呀 都感受我们荷报日本的分量了 凯特奶奶表情有些微妙变化 但为前忍了 大兵趁机跟将军犯媒焦虑 说这种巨兽会危害国家安全 不花重金研究,不行啊 将军被说服了 终于同意把油调拨过来 不过等到研究要开始的时候 主角们却发现被骗了 将军是把油弄来了 可这竟然是含油的原子弹 这区别可就大了 意味着他没想研究巨兽 只想攻击 将军的想法是 你不说巨兽威胁世界吗 这么危险的东西 绝不能留着研究 必先杀之后快 军令如山 大兵只好服从 行动即将开始 原子弹布设在远方 领导们齐聚海滩 准备观看核报表演 一段时间后 声纳侦测到有生物接近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巨兽哥斯拉 大兵大吃一惊 警告将军不要开火 因为中国有句古话 不知己不知彼 每战必败 将军仍然坚持开火 因为中国又有句古话 先发制人 后发制愈人 说话间 哥斯拉已经接近原子弹 将军下令引爆 哥斯拉正心想 我看看怎么个事 原子弹突然爆发 这次核报除了蘑菇云 还掀起无边睡气 正映住哥斯拉下落 领导们欢呼壮观 都以为炸死了哥斯拉 但经常炸哥斯拉的朋友都知道 哥斯拉是以核辐射为食的 所以他其实是被人 劈头盖脸塞了一顿大餐 吃胖一圈 回家睡觉觉了 凯特奶奶不明真相 接下来一天都很抑郁 直到大兵带来个好消息 他们再也不缺钱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将军今天见过哥斯拉后 危机感拉满 大兵又贩卖焦虑说 万一下一头巨兽 不出现在这座小岛上 而是出现在华盛顿 就问你怕不怕 将军真怕了 于是拨来无数资金 让他们仨在世界各地 建立怪兽研究基地 这些基地组成在一起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帝王组织 而我们这三位主角呢 都是帝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凯特爷爷奶奶倒是 没有被喜讯冲昏头脑 因为他们不信任将军 不想把所有机密都上报 不过他可以被凯特爷爷奶奶欺瞒呀 以后这对情侣有啥秘密情报 大可以瞒着他 他既然根本都不知道 自然也就不算欺瞒将军了 帝王组织从这天逐渐发展壮大 他们三人都没想到 几十年后帝王组织会逐渐变味 竟然有点一正一邪的味道 说到这事 咱们正好去看看60多年后 凯特在2015年的故事前 他这条线 我愿意称之为帝王计划之 爸爸去哪了 从头到尾就是招爸爸 前阵他爸爸的飞机离奇失踪 尸骨都没找到 他为查清父亲死因 做了好多好多调查 过程就省略不谈了 最近他通过父亲留下的照片发现 父亲生前跟大兵的关系不错 就是前文的那个大兵 他年轻的时候跟凯特爷爷奶奶关系好 年老后自然也就很关爱凯特爸爸 凯特觉得大兵应该知道爸爸怎么了 过去问他 大兵一听 爸爸飞机失踪 尸骨难寻 马上猜测他没死 只是丢了 他还叮嘱主角们说话一定要小声 因为他们现在生活的地方 正是帝王组织的软禁锁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帝王组织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沉粹了 他们有时简单粗暴 甚至有点像反面组织 不过这种小手段根本关不住大兵 只要他小 现在就可以越狱 他抢走一辆汽车 野蛮冲甲 神党杀神 把二三十岁的主角们都吓坏了 凯特一脸惊叹说 这老头都九十多岁了 看着也不像啊 大兵得意说 还不是他基因好 显年轻 其实这里是一处官方吐槽 其实从设定上来说 这个大兵的年龄 现在应该是九十多 但我感觉要找个九十岁的 合适演员实在困难 本片可能就因此找到了 这位老演员 他的实际年龄是七十二岁 那跟设定一比 就显得像反老还童了 他说这个老演员 也的确挺强的 前这儿我们还讲过 他主演的银河护卫队第二部呢 说的故事哈 大兵初步推断 凯特爸爸没死 应该只是坠落在美国的某处 现在他们在日本嘛 他就带大家偷渡去美国 之所以选择偷渡 是因为他们正被帝王组织追击 走正规海关会暴露行踪 大兵排胸脯保证 一定带大家偷渡成功 可谁料刚开始就露馅 被两个警察抓走 这不行啊 凯特正失望呢 不料一个警察打倒另一个 放走了大家 原来这人是大兵的好兄弟 大兵是特意落他手里的 他是个韩国人 我们就暂且叫他韩哥 韩哥领大家坐上一架 二战的双引擎轰炸机 确实复古 但大兵开着正好 主角们在飞机上又交换了一下情报 凯特了解爸爸 因为女队友了解电脑技术 而大兵了解飞行 他们用各自特长分析线索 在组合一起 就推测出了凯特爸爸失踪的具体位置 那是美国北部的一处冰原 目的地越来越近 气象条件越来越恶劣 大兵反而越来越兴奋 因为又到了他最爱的炫技环节 他拿一瓶水当姿态之影仪 像自杀一样朝地面补充 山脉里面难得有一片平地 大兵抓住机会颠簸落地 凯特吓得又哭又笑 大兵看他这样也笑了 不过凯特走出飞机之后 他就笑不出来了 他既期望找到父亲下落 又怕看见尸体 大家找到飞机残骸 他也不敢细看 残骸里面确实有具尸体 但其他人翻过来一看 并不是凯特父亲 残骸不远处有座帐篷 里面有科学仪器 还有父亲的自己 看来他并没有死于空难 凯特跟弟弟忍不住拥抱 他们从来没想过 父亲真的没死 寒哥是唯一没进帐篷的 他略动飞机 在外边调查残骸 他发现呢 这个飞机的残骸接流绳 已经定在地上 这个是固定用的绳索 防止飞机被大风沙的给刮走 只有飞机停稳之后才能定 寒哥据此推断出 飞机残骸并不是坠毁的 而是安全降落的 那他又为啥变残骸了呢 寒哥戏汗残骸 大喊快跑 原来他发现 残骸是被怪兽摧毁的 附近很可能藏着怪兽 他扑过去启动自己飞机 但怕啥来啥 地下传来巨瘦呼吸声 雪地逐渐裂开 时间不够了 寒哥真的是难得的好配角 开场人设就讨喜 发现危险也临危不惧 处置迅速 可惜下场十分心寒 我们观察这段画面可知 这种新怪兽的能力 并不是喷吐寒气 而是吸光热能 把猎物冻死 这种新能力还是第一次见 你说要是大量培育这种怪兽 是不是再也不用担心地球变暖了呢 这期视频的最后呢 再跟看过上期的网友们 解释个小问题 上期结尾 凯特奶奶不是被虫群叼走了吗 这期她又在和爷爷大兵的冒险 可能有观众误以为她是倒了出来 其实呢 本片是打乱了时间线 她被叼走是1959年的事情 而这期是1952年到1954年的故事 所以她是不是死于虫子 还是个未知数 咱们就等着看后续吧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QualFans 咱们下期再见